今天一大早醒来,肯定很多人被吓了一跳 湖北省突然新增确诊病例达14840例 即武汉就突然增加了131036例 不明白的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突然变化 事实上,这个变化和之前对仪式病例的调整一样 依然是统计口径上的变化,就具体数据而言 湖北省所增加的14840例确诊病例中 它临床确诊病例13332例 也就是说,落指案原来的核糖核酸的统计口径 湖北省的确诊病例仅增加了1508例 比前一天还是下降了 由此可以看出来疫情的发展趋势 统计口径的变化 实际上是把原来不能够确诊的存量给彻底的释放出来了 这有利于接下来的疫情反控 所以这一批数据本应该是在前面的确诊数据之中 那么为什么要改变统计口径 核心原因很简单 从官方公布的信息中可以看出端倪 根据官方公布的方案 近期湖北省对寄完的仪式病例 开展了排查 并对确诊的结果进行了定诊 对新就诊的患者按照新的诊断分类进行确诊 不与全国其他省份对外发布的病例诊断分类一致 从今天起 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数 纳路确诊病例数进行公布 把之前的不确认的存量给释放了 同时以后将统一口径 其实之前就有一线的临床医生提过 增加包括吸体等临床手段来确诊 不应该仅根据核糖核酸的检测 因为有些病人的确根据该核糖核酸检测无法确诊 但各种症状又表明就是肝栏患者 所以在最新的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了临床诊断 以便患者能够及早地按照确诊病例接受规范治疗 进一步提高救治成功率 加上临床诊断 统计数字当然就更加准确了 根据央视采访远汉中央指导主专家的介绍 临床诊断主要包括依据包括流行病学史 发了呼吸道的咳嗽等临床症状 还有体征和吸体影响 增加了这个口径实际上是在能收静收 能致静致的思想指导下 对统计口径做了进一步的规范 有了这个口径 接下来的工作将更加有针对性 防护和治疗都将会比之前更加高效 最近湖北尤其是武汉的疫情防控针对性措施 有三点非常值得关注 也是三个好消息 第一 不断增加床位 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加速支援 最近武汉市大量的增加医院的床位 这对疫情的防控工作将形成强力支撑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增加了2600张床位 方舱医院增加了15000个床位 且继续在增加中 其中包括神尾胆效 以及一些世俗高效 经过改造也增加了5000多个床位 还有城市28家 定点医院的床位扩展到 进就参加了 现在已有床位两三万张的水平 根据最新的指示 要继续加快增加床位 要让床等冷 不让冷等床 所以未来床位增加的速度 会大于病例增加的速度 之前入不了院的情况应该很快就没有了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支援队伍 在加速地抵达湖北 抵达武汉 前两天一天就抵达数千了 中央又宣布增加2600名部队的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 源源不断地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 再加上不断快速扩张的床位 湖北尤其是武汉的医疗保障能力 正在快速地得到增强 收治病人的能力正在快速提升 应收进收 应至静止的工作 就能够快速落实到位 防护和治疗效率也会大大提升 这是真正的好消息 二 对医院的功能进行分类 对病人进行增加准确的分类处置 武汉开始加快对医院的功能分类步伐 根据医护人员的能力 设备水平对医院的功能进行分类 比如新建成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只收治转运过来的危重病人 而像协和等这些医疗能力强大的医院 也只负责收治危重病人 轻微的确诊病例 全部进入向方昌医院进行收治隔离 而那些疑似病例 也根据情况进行分类隔离 有了足够多可以调配投入的支援 以及医护人员的不断增加 武汉就可以把病人 根据病情进行更加准确的分类 而后根据病人的分类进行高效准确的处置 为什么现在能够通过临床诊断来加快确诊了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全国医护人员的持缘 医疗设备物资的跟上了 通过优化配置支援 整个系统的运装的更加有序和高效了 通过这么细致的盘 一方面疫情防控的存量清楚了 包括确诊患者 仪式患者 观察患者 重症患者 轻症患者等等不同的分类下 病人医生物资割救气味 支援配置效率当然会更快的提升 相对应的存量控制 治疗就进入了高效的状态 分类管理分类处置 防控和医治效率都会大幅提升 这也是好消息 上对社区进行拉网式排查 一方面把存量明确好 分类好 加以有效治疗 重点工作就是在真量方面 进一步做好 防控收治 之前中央指导主已经要求不辣医护 不露一轮进行拉网式排查 这一工作根据武汉市方面的消息 应该基本上进行了一遍 现在应该还在进行细化排查 而湖北省其他的地市 也已经开始了拉网式排查 对社区进行分闭管理 并展开拉网式排查 应收进收 应至尽至 这样就能够尽量地把所有的一日便利 和可能存在的隐患 全部的纳入到观察和确诊过程中 以社区为单位 把全部的人口拉网式排查几遍 实施找发现 找报告 找隔离 找资料 那么 使得时间的推移 疫情的风险 敞口就会越来越小 被感染的人口就会越来越少 疫情控制 也就能够快速地得到有效 从现在的情况看 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 已经越来越有序 工作做得也越来越细 各级领导都需要进行突浅指挥 是领导进区 区领导进街道和社区 各级干部全力地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去 再加上不断地持人的物质和能源 武汉的疫情防控和收治能力在不断增强 之前几天 根据原来的统计口径 确诊病例已经开始连续有下降的趋势 现在通过调整口径 又把原来纯量的医视病例 进行了大规模的示范 虽然确诊病例短期内大幅增加 通过盘纯量 然后再控制好增量 局面的控制当然就更好了 这也是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就紧盯着数据 只要从数据上看到确诊病例新增量的大跌 并持续减少 医视病例也大幅下跌并持续减少 再加上近期采取的系列防控措施见效 距离疫情的防控胜利 就更近了 未来一周将是判断未来疫情走向的关键期 从最近的系列措施看 应该会出现更加积极的变化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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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